模拟金色 因果记事集 家庭问题系列 现代人生因果剧 以下为一位有缘人分享 以前一直认为自己这辈子没姻缘 虽然追求者不少 也交往过几个男友 润及婚嫁的却没有 开始念经修行后 我才明了 原来是因缘未到 因为我的证缘 先娶了与他前四次结了二缘的人 外子和前妻生有一女一子 多年前因个性问题 离婚后 为了争取子女侵权 又拖了数年 后来女儿跟着妈妈生活 儿子就跟着爸爸 并约定好可探视子女的时段 他们的缘分自此 也算是暂时搞一个段落了 但外子的前妻认为离婚只是一时任性的冲动 不能作数 不愿从外子的人生中退场 对于兼具回头的外子 实时心怀期盼的怨对 由此可知 没解开彼此之间的因果 即便离了 也不会散 我与外子认识后 在他忙碌时 帮忙照顾孩子 与教他功课 想当然而 我的出现 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外子的前妻与子女 非常敌视我 每当我照顾完孩子 外子送我回家时 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就会收到前妻讯息 不要总是丢孩子一个人在家 很可怜 后来孩子渐渐与我熟练 常常希望我陪着他 有时 陪伴晚了就夜宿客房 外子的前妻就会传来这些讯息 当孩子的面居然带不明女子回家过夜 同居 儿子说他感觉很恶心等等 孩子患有过动症 一刻都安静不下来 上床睡觉更是他百般推脱的事 晚上九点半后 他就会找尽各种理由和借口 拖延睡觉时间 例如肚子快饿死了 要吃东西 快渴死了 一直下床灌水 拖到快十点后 更使出大绝招 我要打电话给妈妈 等等 外子告诫他 打电话九点半以前就该打了 不是拖到晚上十点要睡觉了 才想要打电话 结果又引来前妻的讯息 恶意刁难孩子打电话给妈妈 甚至说要通报学校 有不明女子出入孩子的住所 孩子被刁难 不能跟妈妈联络等等 由前妻照顾的十二岁女儿 从此再也不跟外子接触 帮着妈妈恨爸爸 传给外子的讯息内容 接语带不尽 并以不雅词汇称呼我 外子多次与前妻沟通 希望能探视女儿 但得到的答案皆是 你们的探视 交往 我不介入 请自行跟女儿联络 你自己要去跟女儿讲 不是我的问题 因此 外子已经数年 未能与女儿相聚了 因这段感情 有太多不同的关系参与 真的是剪不断 离还乱 让我非常犹豫 缺步 也因此 尝到金社寝室 开启我学佛修行的缘分 佛菩萨开世 我与外子是正缘 前世本就是夫妻 正缘 这辈子最可能与之 结为夫妻的人 外子带我见过父母几次后 婆婆就催促我们 快点结婚 让这个感情开花结果 我的家人更是对外子 赞不绝口 认为我这个年纪 还能嫁给这么优秀的人 真的是几世修来的福气 至于孩子 更是在我们面前 举双手赞成 因为她觉得 这个家不能没有我 她说 姐姐走了 阿姨来了 我才开始幸福 若是我没有留束 她都会跟爸爸说要 打电话给阿姨 叫我赶快回来 等等 于是 这段感情 在没有任何阻碍下 很快的结婚了 婚前 我请外子 带着我和儿子 到金色寝室 希望能借由佛法的帮助 解开 纠缠不清的因果 希望能帮这个长期 接受过动儿治疗 且沉迷于网路游戏的孩子 尽奋心力 也顺便问问 这样的年纪 是否还有善子女的缘分 佛菩萨开示 外子的前段婚姻 妻与子女 都是来讨报的 难怪道德标准 非常高的外子 会像逃难似的 结束那一场婚姻 佛菩萨开示 外子前妻是前世世 女儿是前六世 儿子这是前三世 皆为二元 儿子过动的部分 除了本身因果之外 还另有冲犯 但因蔡师兄 担心让孩子洗灵符 晋升 会招致外子前妻 怀疑我们对孩子下福 所以解冲犯部分 是以诵经回向为主 至于我 请示善子女的部分 佛菩萨 则开示 结婚后 再来请示 现场的师兄 好意提醒我 请示外道业力 消除之后 孕途才不会被外道干扰 幸好 我与外子的前妻 子女 皆无因果 但因我与外子 为正缘关系 而有所拖累 人真的要广结善缘 不能做坏事 结下因果怨仇 机缘成熟时 都会再相遇的 若是彼此之间有因果 相处起来 就会更加痛苦折磨 上述 开示出的经文种述 捕风 由于外子的佛缘味道 对念经不知可否 为了家庭幸福 我当然会尽己所能 帮忙念经回向 外子愿意陪我到金社 向佛菩萨请示 也在念经上 给予我极大的包容与尊重 我已经很感激了 我很清楚 自信自度的道理 但一家人 若是被因果牵引 闹得鸡犬不宁 这样的生活 会非常痛苦 况且 孩子好 爸爸就好 爸爸好 我才能安好 一个家庭里 是无法走小胜路线的 独善其身 更不可能 和过动儿的孩子 相处 需要无比的耐性 与爱心 我读遍各医学网页 关于过动儿的资料 希望用理解 病同 不得已的行为 延展自己的耐性 与爱心 所有关于 过动儿 可能有的症状 孩子都有 例如 完全不在乎 虽然我知道 在因果 未消除前 这些状况 看医生 是不会有太大效果的 但我还是做 我能做的 问心 无愧 就好 诵经帮孩子 解冲犯的过程 并不顺利 原本要经文 各90部 但回向时 又追加了经文 各15部 才圆满 接着 我开始为孩子 念过动业力的经文 各115部 佛教 看的是因果 不论对错 都要圆满 与众生 广结善缘 若无因果呢 莫造恶因 佛菩萨开示 我和儿子 没有因果 所以只要她 不排斥 愿意接受我 对她的照顾 我也期盼 跟这位新朋友 结善缘 就算身边 没有亲生妈妈 陪伴 也能得到 妥善的照顾 和温暖的关怀 佛菩萨开示 女儿 是我与外子 今生的功课 但因其 必不见面 此部分的遗憾 也暂且割下 外子 虽未有过度的情绪反应 但我明白 她内心的伤痛 只是怕影响我 而隐藏着 我则是尽量避免触及 不舍她难受 感恩佛菩萨开示 我与外子 前世夫妻 今生 再续散缘 人心是肉做的 在我和孩子 没有因果的前提下 孩子能感受到 我的真心 他知道 我是真心 对他好的 对于我 无为不至的照顾 他十分享受 外子 时常提醒我 你太宠他了 宠坏了 自己负责哦 我知道孩子 不能一命的宠 而不骄 但是 我的处境与立场 容不得有一般父母的 爱之生 折之切 我只能爱 无法折 但孩子知道 对爸爸没礼貌 不尊敬 是我的底线 这是我 对他唯一的要求 到目前为止 他都会尽量 遵守 因果牵引的复杂程度 我们这些凡夫 俗子 很难掺得通透 碰上了 就要接受 面对 与放下 父子俩的因果 是前三世 爸爸路见不平 伤了儿子的性命 现世中 儿子很不喜欢 跟爸爸相处 总是不听话 又爱唱反调 也很怕爸爸 过动儿的生活 需要建立规则 有时 外子较为严厉 我的存在 恰好可以缓解 气氛 教养孩子 是目前 我与外子的 最大考验 也是我 最想与大家 分享的重点 金色推广的 金刚精 是我的心灵导师 如果没有这盏明灯 让我知道 这条路 该怎么走 我很难想象 这日子 要怎么过下去 每天早上 我会先起床 做早餐 招呼父子俩 用餐后 帮孩子 穿完制服 送出门 接下来的时间 则是洗衣 买菜 念经 做家务 准备午晚餐 带孩子 回来后 陪他复习功课 备单子 玩游戏 等等 这样甜淡 幸福的日子 我真的很满足 但是 好景不长 孩子突然出现 用手指 玩头顶 发旋的动作 连学校老师 都提醒外子 孩子最近 常常抓头发 不论我们 怎么自止 告诫 孩子依旧 乐此不疲 直至某日 他主动叫我 与外子 看他头上动 我们才惊觉 孩子发旋 周围的头发 多数 被他玩掉了 我与外子 正商量着 要把这种情况 告知孩子的 主治医师 却收到外子 前妻探视孩子后 传给外子的讯息 我们 才清楚地知道 孩子的用意 外子的前妻说 听说你家里很脏乱 家事 都是你一个人做的 真是辛苦你了 儿子说他 每天招人白眼 日子过得压力好大 大到得了压力性 调法 等等 原来孩子 要我陪伴他 照顾他 但是 不能让亲生妈妈知道 为表忠诚 以便融入 妈妈 与姐姐的阵线 所以把我形容成 不做家事 不工作 不教他功课 还每天用白眼 瞪他的坏女人 不仅他过得水深火热 爸爸也过得十分痛苦 真心 我的真心被践踏了 心 感觉好痛 这真的是我当下的感受 初次知道时 简直是晴天霹雳 我泪眼问孩子 怎么会这样 但他全盘否认地说 你什么时候瞪过我 头发是我自己抓的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要这样说 等等 我接着说 如果你不喜欢我照顾你 可以跟我说 我可以尽量地不靠近你 孩子看着我 摇摇头 然后抽了一张卫生纸 帮我擦眼泪 日子 仍在收到扭曲线况 及莫名指控的讯息中 度过 彼此之间 有因果牵引的两个人 谁也不信任谁 外子与前妻 沟通的结果 就是得到一些 没有帮助的情绪化 父母之间的矛盾 变成孩子的生存之道 孩子常常 借着爸爸娶了一个坏女人 要求亲生妈妈 办一个无线网络的手机 给她 外子前妻 也顺水推舟地 同意了 接下来 孩子的生活 开始过得 很不规律 为了玩手机 不吃饭 不睡觉 不写功课 都有耻无孔 因为手机 是妈妈的 爸爸 不能管 外子 强制将手机 没收 让孩子的情绪 标志 无法控制的局面 他翻箱倒柜 责骂外子 凭什么当爸爸 就能拿走小孩子的手机 前妻 更是传简讯 刺责外子 认定外子 是故意不让他们母子俩 联系 才会如此 混乱的日子 终于在外子 坚定的意志 及告诫下 结束 孩子若在因为玩手机 耽误分内事 他就会将手机 退回 这时孩子 才正视到 原来爸爸 是能管教的 生活规矩 才渐渐稳定下来 我深深感受到 业力的可怕 与残忍 数段二元 因缘聚合 血浓与水 互相牵绊 没有谁 是真正的赢家 孩子持续 两面做人 照顾着那父子俩 我是幸福的 但是内心 仍有隐隐的委屈 在浮动 所幸 得益于 数年诵经的好处 但一修行 还不到位 内心时常在痛苦中 煎熬 与拉扯 有时做家务 念药师灌顶真言时 会失神 变成极力 辩解自己的委屈 清醒后 摇摇头 再回神 继续念 药师灌顶真言 金刚经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法 无我 得逞于忍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 错不在孩子 他只是个孩子 随缘度日 莫造恶音 某日 外子送女儿的生日礼物 被退回 在心疼外子的同时 突然灵光乍现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人生本就是在授业 若无业力 也有考验 若只想着 我怎么会过这样的日子啊 或者距离力争 去分个 是非黑白 只会让自己 与家人 再次陷入困境 和因果轮回之中 不得安宁 在因果愿筹 尚未消除之前 挫折与不如意 是无法排除的 就算表面上解决了 它也只是换成 另外一种形式 存在 更遑论累世 如恒河沙般的业力 在人生 长河中 又岂止一两件 学习体验痛苦 与不如意和平相处 才能真正解脱 金刚经 如我昔为割力王 割结身体 我于耳时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何以故 我于往昔 结结肢解实 若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因生正恨 释迦牟尼佛 被割力王 肢解身体时 都能不生 称恨 更何况 我只是被形容成 坏女人 而已 人生的苦难 无所不在 若心 不通达 一花 一叶 皆是障碍 若心无所住 烦恼 自除 持续持送金刚经 就越知道人生 该怎么过 它就是一本 人生智慧的教科书啊 每当我陷入困境时 金刚经 就事实地 帮我点亮一盏明灯 在我心生 运队时 即使将它抹去 不留烦恼 与恶念 现在 面对孩子 与外子的前妻 我都以微笑 回应 心里只想着 要尽快把 开示的经文 念完 上天自有散的安排 因为我们 已有年岁 其实 并不执着于 是否还有 子女的缘分 另一方面 也担心孩子 不能接受 由于家里 已经有一个 尽量小子 当然希望 加入的新成员 会是个 好照顾的善子女 所以 势必要到 金社寝室 因难得 到金社一趟 除了寝室 子女缘分的问题 也寝室 外子 工作上的事 佛布萨开示 外子前世 为官清廉 本事 亦清廉 蔡师兄说 当官清廉 真的很不容易 勉励外子 要持续保持下去 但似乎是知道 外子没有念经的习惯 特别询问了一下 并告知 外子若能 每日读诵 金刚经 跟钥匙经 各一步 能让自己更清新 下辈子 可能就会上去了 蔡师兄说 外子做了很多好事 上天都知道 外子 确实在工作上 帮助很多人 调解纷争 将各方面 可能付出的代价 与成本 降到最低 还因此 呈传为佳话 这真的是应验了 人在做 天在看 这句赎言 轮到我时 蔡师兄笑着看着我说 你的身体没有问题 你只是在等待时机 你们两个前世就是夫妻 多做善事 就会有善子女的缘分 因为外子围观清廉 与多做好事的关系 孩子会从中天下来 仙女 后男 好好调教 必会光耀门眉 我小时的询问 蔡师兄 我与外子 是否有因果 要消除 蔡师兄回答 没有 我又问 不是说 不圆满 才会再来当夫妻吗 蔡师兄回答 不一定 你们是好的 再来当夫妻 他前世为官 你把家里 雇得很好 你们做事 皆有顺天理而行 听蔡师兄这么说 我就像扶了一颗定心丸 前半生的漂泊 与孤独 都是为了今日的聚首 感恩佛菩萨的慈悲安排 后来 我想起两个梦境 刚开始接触 金色时 因为一个人居住的关系 念经 念得很勤快 佛菩萨开示出的业力 我都会尽力去圆满 某日业力 快入睡时 突然有一股能量 快速地 从大门进来 接着 就是额头前一阵金光大放 我沉沉地睡去 梦里回到一间教室 台上的老师 笑着对我说 你回来啦 我就点头说 是 我回来了 又过了数日 睡梦中 突然看到一个带着斗笠的人 那顶斗笠 几乎把他整张脸遮住 他是一位医生 再帮我检查身体 然后一个拳头挤压进我的腹部 说到 身体很干净 就是脊椎有点歪 清醒后 腹部纳到压力 依然清晰地存在 开始念经后 真的遇到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 像经社寝室 确认后得知 是观世音菩萨的帮助 及加持 这条路 我走得并不孤单 能相信 经社推广的 因果债 功德还 并且持续去做的人 真的需要 大善福报 与机缘 我姐姐 就是一个例子 她以能力欠佳 又欠缺职场伦理观念 与主管相处的问题 困扰了她十年 我接触经社之后 在我极力劝说下 她也念经 圆满与主管的业力 渐渐地 我发现她 对我抱怨主管的次数 减少 甚至没有了 我跟姐姐提起这件事 她说她现在 工作还蛮顺利的 与主管的关系 越来越好 但即便有这样大的转变 一开始 她也不认为 是念经 消除业力的效果 她觉得 是我对她的职场教育 起了作用 她改变工作态度所致 我向她解释 如果她与主管的业力 未消除 无论我再怎么劝说 她也是听不进去的 就像她工作不顺利的十年 我劝诫她的话 总是不断地 在十年中重复又重复 但是却什么也没改变 直到诵经回向后 工作才越来越顺利 我平常开导她时 都是以金刚经为师 让她了解 自信 自度的道理 念经 不是会招来什么神通 马上就能化解苦难 而是让她 学习经文中的道理 转念后 运用在生活中 目前她 都会去看 金刚经的 白话译文 有了诵经的基础 我也能稍稍宽心 感恩蔡师兄 以及金社的师兄 师姐们的 心情付出 帮助云云众生 化解因果 解决人生的痛苦 我们这些受益者 所能做的 就是努力 诵经 修行 不要害怕 身边人的怀疑 要 信 愿 行 虽然表面上 我们是碰壁了 但我们 已经在那些人身上 种下一颗佛法的种子 但时机 成熟后 定会开花 结果 分享完毕 感恩 师姐的分享 从本篇文章 可以感受到 师姐的 看待人处事的 善良与慈悲 对孩子的 耐性 与爱心 对生活考验的 忍辱与包容 等等 藉由佛法的帮助 将生命中的 各种挫折 磨难 考验 和困难 一一化解 把日子 过得越来 越甜淡幸福 学佛修行 在修什么 能获得什么 师姐的分享 就是最佳典范 学佛修行 就是从大圣经典中 学习佛菩萨的智慧 将心性上的 贪 撑 吃 慢移等 无名习气 一一修正 去除 生活中 遇到的任何困难 都是在提醒我们 心性上 仍有许多盲点 藉由这些磨难 借由这些磨难 和考验 去发现盲点 并且 努力改过 消过 才能真正的 去无存经 心性 才能渐渐 光明 清静 当您在生命中 遇到困难时 您能像上述师姐一样 面对她 接受她 处理她 放下她吗 还是像鸵鸟一样 把头埋进沙堆里 避而不见 掠过问题 就当做什么也没发生过 问题没有解决 一定不会自动 消失 放任着 不去处理 只会让问题 越来越恶化 和扩大 最后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 反而要花 更多心力 与时间 去处理 还不一定能圆满 人心 应当宽容 如辽阔的汪洋 无论面对 多么巨大的 狂风暴雨 气候变迁 人为污染 等等 海依然是海 不会因为受到 外境的阻碍 而改变她的本质 依旧 广纳百川 孕育无数的生命 调节环境 维持 大自然的平衡 上述师姐 日日勤奏 金刚经 并且将经典 自会 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 在遇到困难时 都能谨遵 佛菩萨的教诲 用智慧 与慈悲 化解 一次又一次的冲突 不仅圆满 自己的人生 也和身边的人 广结善缘 圆满更多人的人生 现场开示 阿伯的话 精华语录 夫妻是好解释 修来的福报 要珍惜 若另一半 是带着前任的小孩 来再婚者 也要将前任的小孩 似如挤出 好好用心地 照顾与栽培 不要起分别心 这样 就是照福 与积德 善德 相当大 人在做 天在看 做任何事 都要顺应天理 才不会照下因果 愿愁 也能累积福报 与善德 佛助自助者 只要您有心 重散 坚信佛法 就算一时 遇到困难 也不必灰心 善志 佛菩萨 都在您的身边 一路陪伴 并且 适时地帮助您 度过难关 人在学走路时 一定会叠交 这是必经过程 人生不可能 没有考验和磨难 既然不可能逃避 就要勇敢面对 这些 都是帮助我们 成长与蜕变的养分 唯有面对 和解决 才能真正成长 您 才能在遇到难关时 关关难过 关关过 用正向的心态 面对考验 用佛菩萨教导的 智慧 与慈悲 面对困难 您 也能如同师姐一样 将人生 越过 越光明幸福 南无本师 释迦摩尼佛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 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至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工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 请不吝点赞噬 时候 大的